1. 福峰向石志勇下战书 本届群冠军杯的比赛 3000亿经验第一人福峰和奥运冠军石志勇 将作为嘉宾出现线下的活动 两人在赛前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精的称谓 展开了辩论 福峰更是直接向石志勇下了战书 石志勇也欣然应战 2.159与哥满160简易罗汉头 近日 万里长城159战队 一养千年的女儿老板宇哥 以28.1万元的价格 买下了一个160级的简易罗汉女头 这个头在熔练过后防御达到了292点 非常极品 3. 苏迪春晓3000万战神冲刺 本月武神坛 苏迪春晓服战队启用了3000万战神 准备来一波暴力冲刺 区内服战队和159战队 下沙扶贫的强强联合 能否在服战舞台创造奇迹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文哥满160流云抗风头 涛哥在以水雪山打造单条方寸时 曾经买入了一个160的抗风流云南投 如今这个头盔已经卖出 买家是2008服战队的化身文哥 5. 浩文协议1400万战神上课 上个月的服战 浩文率领的诗情画艺服战队 以一生一轮空三副的战绩 最终排到了全服第24名 本月服战 浩文直接启用了1400万战神 准备一雪前尺 给服战豪门们 好好地上一课 化身老板倪总的浩还在 咒师普陀可以参战 同时浩文还借用了战总的16加11师托领 本月武神坛 将士浩文团队有史以来综合实力最强的一连 进入甲组16强的概率 应该在95%以上